第十二题 取0.5mol氢氧化钠NLOH 取0.1mol氯化钠NACL 加水完全溶解后 配成两公升的水溶液 请问溶液中所含钠离子 氢氧跟离子 即氯离子的墨尔素 各为何 那我们这题呢 是问的是离子的墨尔素 而不是问浓度 所以呢 配成两公升 这个两公升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 氢氧化钠 会解离出钠离子跟氢氧根 那我们有0.2mol氢氧化钠 就会有0.2mol的钠离子 跟0.2mol氢氧根 我们的NACL 会配成成钠离子跟氯离子 那我们有 0.1mol氢化钠 就会解离出0.1mol的钠离子 跟0.1mol氢离子 他问我们钠离子有多少 那么就是0.2mol加上0.1mol 合起来就是0.3mol的钠离子 那么氢氧根有0.2mol 氯离子有0.1mol 所以 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请问溶液中所含钠离子 氢氧根离子 及氯离子的莫尔数各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C 0.3mol 0.2mol 0.1mol